大家好,小公屋小市向您问好,新闻时间与您分享。 韩国4月起处罚未买猛犬保险犬主,最高可罚300万韩元。 3月25日消息,根据韩国新版的动物保护法,猎性犬犬主从2月12日起有义务购买猎性犬强制责任保险。 没有参保时,4月起最高可处罚300万韩元,约合人民币17000到18000左右。 必须购买猎性犬责任事故保险的犬种,包括土佐犬、比特犬、美国斯塔夫梗、英系斯塔夫及其混种。 修罚以前,商业保险公司可以经营蠢物伤害险,但保险金额较少,大型犬或劣性犬很难成为保障对象。 劣性犬咬伤他人造成死亡或残疾的,劣性犬责任强制保险赔偿每人8000万韩元。 造成受伤的,保险赔偿每人1500万韩元。 咬伤他人宠物的,每起赔偿200万韩元以上。 保费标准为每支劣性犬每年15000韩元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